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中国乃至世界的乒乓球迷而言 意味着无尽的荣耀与希望 他用精准的击球 洒脱的动作 展示着乒乓球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技巧 训练场的每一寸空气似乎都在为他加油 甚至连墙上的标语似乎都在低语 为梦想而战 那天 训练如常 莎莎在挥拍间自如转身 动作间仿佛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秋台前 他轻松自如地应对每一轮击球 训练的节奏如同他一贯的高效与专注 丝毫不见疲态 可是 就在这一切看似平凡的画面中 却有一个细节悄然浮现 迅速掀起了网络上一场热烈的讨论风暴 莎莎脖子上挂着两根项链 最早注意到这个细节的是一位资深的乒乓球迷 他在浏览莎莎的训练视频时 突然发现在他那条经典的预项链旁边 竟然还有一根不太引人注目的绳子 这个绳子不是很显眼 但却与他一贯简约风格的预项链不谋而合 若隐若现地露在训练服的领口外 这一发现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心 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层层涟漪 这根神秘的绳子到底是什么 他脖子上的这两根项链 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网友们的猜测迅速从这段视频中延伸开来 有人分析说 这可能是莎莎母亲送给她的某种护身符 或者是一份温暖的祝福 也有网友大胆猜测 这根神秘的绳子是王储亲送给她的礼物 或者与他们混双的深厚情谊相关 每一种解释都充满了想象空间 网友们脑洞大开 试图从每一个细节中挖掘出更多的故事 那条玉项链是莎莎与母亲之间深厚情感的象征 每次比赛 莎莎都会佩戴着这条项链 仿佛母亲的祝福与期望从未远离她 每一场比赛 每一滴汗水 每一次挥拍 都是母亲送给她的这条项链所见证的 而莎莎也总是在这些比赛中 将母亲的期望转化为内心的动力 化作每一次精准的击球和流畅的动作 母爱在莎莎的生命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条玉项链 不仅仅是一块温润的玉石 它代表着母亲的深情与不求回报的爱 正是有了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莎莎才得以在赛场上如鱼得水 才能从容应对每一次压力与挑战 而每一次训练 每一场比赛 莎莎都会小心翼翼地佩戴着这条项链 她从未被遗忘过 即使是比赛的强烈对抗 赛场上的风云变化 她依然让这条项链牢牢陪伴着自己 仿佛母亲的声音就在耳畔回响 莎莎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会在你身边 不过 那根神秘的绳子 也开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猜测 大家都知道 莎莎与王楚亲 是乒乓球界的黄金搭档 两人常年合作默契 彼此间的配合 堪称无可挑剔 许多粉丝都相信 这根神秘的绳子 与王楚亲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有网友调侃 这条绳子应该是大头送的吧 毕竟她总是喜欢 给莎莎送些小礼物 王楚亲的幸运绳 早已是乒乓球迷们熟知的话题 那条黄色的绳子 似乎从某个特殊的比赛中开始 成为了王楚亲比赛的幸运服 传说这条绳子 陪伴她度过了许多重要的时刻 甚至曾帮助她在福岗总决赛中 夺得了令人瞩目的冠军 每当这条黄绳露出一角 秋迷们就知道 她的幸运也随之而来 可是 莎莎的这根神秘绳子 与王楚亲的幸运绳之间 是否真的有联系 仍然是一个谜 尽管她很少在公开场合 提及这些私人物品 但从她在训练中的动作中 可以看出 这两根项链 对她来说亦非凡 有网友透露 莎莎在训练时 非常小心地 将这两条项链 藏在运动服内 她知道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可能会成为 外界无休止讨论的焦点 但她并不在乎 她关心的 是这两根项链 给她带来的力量 每一次深呼吸 每一次挥拍 她都在感受着 他们带给她的安慰与鼓舞 对于莎莎和王楚亲这对搭档 网络上充斥着各种 关于他们深厚情谊的传闻 从场上看 他们是一对天作之和的搭档 打得如火如荼 场下 他们的友谊 同样令人羡慕 这对黄金搭档 不仅仅是因为技术上的默契 更多的是 彼此之间无言的支持与理解 从他们的项链来看 似乎也能窥见 他们之间的默契 莎莎的玉项链 代表了她与母亲之间 永不改变的纽带 而神秘的绳子 则仿佛是某种默契的象征 她可能是王储亲送的 可能是某次比赛中 莎莎和大头之间默契的见证 无论她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 都足以证明 两人之间那份难以言说的情谊 与此同时 王储亲身上也佩戴着她自己的幸运绳和奢华的LV项链 这些项链所传递的不仅是好运 更是她对未来的渴望与梦想 两人就像是心有灵犀的战友 在比赛中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生活中 他们也通过这一件件小小的物品 默默传递着关爱与支持 运动员的生活 外界看似光鲜亮丽 但背后所承载的 却是无数的坚持与牺牲 莎莎和王储亲的这些小物件 无论是玉项链 神秘绳子 还是幸运服 都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他们承载着亲情 友情与自信 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无声的支持 莎莎的两条项链 一条来自母亲 一条充满神秘色彩 这无疑是她成长路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正如她在赛场上的灰拍一样 低调却充满力量 内敛却有独具风采 每一滴汗水 背后都有这两条项链的见证 仿佛是莎莎生命中永不熄灭的火种 莎莎的双项链之谜 也许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 那条神秘的绳子 无论她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她都将成为莎莎赛场之外的一部分 见证她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的温暖与可爱 在这其中 我们看到了莎莎真实的一面 她不仅是那个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乒乓球天才 更是那个背负着亲情与祝福 默默为梦想付出努力的普通女孩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项链的故事 更是关于梦想坚持与爱的故事 莎莎的双项链 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她所代表的情感与力量却是无法言喻的 莎莎的未来仍然充满着无限可能 她会在赛场上继续为国争光 用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那两条项链将继续静静地陪伴她 见证她从普通女孩到乒乓球女王的每一步成长 与此同时 在一场原本应该严肃 正式的抽签仪式上 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楚清用一张白纸 几根彩笔 打破了常规的枯燥气氛 创造了一场意外的艺术表演 这场墨浴戏码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目瞪口呆 而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 却成了这场赛事之外的最大亮点 王楚清 这个赛场上的大魔王 居然在抽签仪式中成了小画家 他的创作不仅引发了队友们的惊叹 还让敌国选手 也就是韩国队的选手们 不仅停下脚步 给予了由衷的赞叹 王楚清到底画了什么 能让原本严肃的场面 瞬间充满笑声与惊叹 他的作品带着几分童贞和热血 却又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幽默感 这个小插曲 究竟揭示了什么样的运动员精神 甚至是生活态度 在王楚清的得意笑容背后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 鲜活而真实的运动员形象 他们不仅是赛场上的钢铁战士 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和纯粹的生活热爱 当大部分选手和工作人员 都在集中精力 关注着抽签仪式的进行时 王楚清却似乎脱陷了 身穿国家队的队服 他坐在座位上 眼睛盯着面前的笔记本 神情专注 手指在纸上快速挥舞 此刻 严肃的气氛 仿佛被他的一笔一画打破 难道他在做什么重要的战术准备 还是在思考 接下来的对手策略 不 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轻松和有趣 此时 他那专注的神情 像集了一个高中生 在教室里专心作业 而这与他在赛场上冷静 霸气的形象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样的画面 让不少围观的观众不禁偷偷发笑 他在干什么呢 许多人不禁心生好奇 这个在赛场上几乎无所不能的王楚钦 竟然在抽签仪式间隙 做起了摸鱼 但是 当他终于完成了作品 并露出得意的笑容时 整个会议室的气氛 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王楚钦那满脸的骄傲 仿佛是一个小孩 在完成了一件 他认为无比重要的创作 此时 他掏出手机 将自己的作品拍了下来 分享给周围的同伴 那一刻 场面温馨而愉快 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他手中的画作上 不过 真正令人捧腹的是 王楚钦的艺术创作 并没有就此止步 当天的抽签仪式中 王楚钦的画作 不仅吸引了队友们的目光 还引起了其他国家选手的关注 特别是来自韩国的乒乓球 一姐申育斌 他在路过王楚钦座位时 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 并且发出由衷的赞叹 画得真好啊 这一幕仿佛是体育的 另一种外交方式 两个在赛场上 针锋相对的对手 此时却因为一幅 简简单单的画作 而达成了跨越语言 与文化的心灵共鸣 这种看似轻松 却又富有深意的交流 不禁让人感叹 体育原来不止于对抗和竞技 它还可以是一种无形的纽带 连接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心 申育斌的反应 不仅令王楚钦更加得意 周围的选手和工作人员 也纷纷被这一幕感染 此时 抽签一试的严肃性 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大家开始忘记了 比赛的紧张氛围 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一份 来自运动员之间 乃至跨国界的温暖和纯真 那么王楚钦到底画了什么 当大家终于看到这幅作品时 才恍若发现其中的奥秘 王楚钦画的是海贼王中的武当路飞 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动漫角色 细看之下 这幅画不仅线条生动 构图巧妙 而且在画的角落里 王楚钦还特意数上了原作者 韦田荣一郎的名字 这种对原作的尊重 不仅体现了王楚钦的个性 更让这幅画作充满了情感与深度 海贼王是王楚钦的一个重要兴趣之一 这一点在赛后多次采访中得到了证实 他曾表示 自己在紧张的训练与比赛间隙 常常通过追动漫来放松心情 缓解压力 而这次画作的诞生 也可以看作是他热爱动漫文化的一种自然表达 而同样在场的王曼玉 也没有闲着 他选择用几笔画出了活灵活现的小鱼 展示了他与王楚钦一样的艺术天赋 两位00后选手 在这个严肃的抽签仪式中 以这种方式 为大家带来了一丝轻松和童趣 仿佛在告诉大家 即使是运动员 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 也有着无法割舍的兴趣和爱好 这一幕让我们不禁回想起马龙对王楚钦的评价 一句话难以概括王楚钦 因为他实在是太全面了 的确 谁能想到 在赛场上令人敬畏的大魔王王楚钦 私下里居然还是个爱画画 热衷动漫的年轻人 这种反差 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运动员之外的另一面 一个有趣 有热情 又充满童心的年轻人 王楚钦的这次摸鱼事件 实际上反映了当代运动员的多面性 他们不仅仅是赛场上的精英 更是在生活中拥有丰富情感和多样兴趣的普通人 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之外 他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放松方式 有的人画画 有的人追动漫 有的人玩音乐 这种生活的平衡感 或许正是他们能在赛场上持续保持最佳状态的原因 这次抽签仪式上的小插曲 也让人们看到了体育外交的另一种可能性 不同国家的运动员 尽管在赛场上是对手 但在生活中却可以因为一幅画而相互欣赏 理解和支持 这种不以语言为在体的心灵交流 恰恰是体育最动人的魅力之一 王楚钦用他的画作 给我们展示了新一代运动员的形象 他们不仅在赛场上充满力量和专注 在生活中也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 和对艺术的热爱 王楚钦和他的同龄人们 正在以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运动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他们不仅仅是记忆超群的运动员 更是拥有深厚内涵的个体 王楚钦的这幅画 或许只是一场轻松的插曲 但他却折射出了一种新型运动员的精神 专业与童真并存 执着与乐趣共生 我们看到了他在赛场上的霸气 也看到了他在生活中的纯粹与可爱 正是这种多面性 赋予了王楚钦和他的同龄人更多的魅力 也让大家看到了体育世界之外的温暖与希望 这不仅是王楚钦的摸鱼小插曲 更是运动员们生活多彩的一面 他们的精彩 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胜利 更多的是他们如何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用自己的方式享受这份难得的自由和纯粹 而正是这些细节 让他们在人生的赛场上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缩头组合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